5月28号的豪大雨发生 造成绣林乡榕树部落第60连外道路发生落实摊坊 影响到村民们出入相当不便 也没有水可以饮用 绣林乡名代表蔡培伙也前往了解 同时向绣林乡公所、华林县政府 以及中央单位来协助 希望处理落实摊坊的问题 110年11月14号 原规台风外有环流的豪大雨 以及111年5月28号发生强壮雨 造成绣林乡同门村 翡翠股权防汛道路落实摊坊土石流 也影响到村民们的出入以及生活品质 绣林乡名代表蔡培伙也前往关心了解 村民们的需求 同时也请绣林乡公所 关心政府以及中央单位来协助处理 这七年前年都发生过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小经费可以解决的 但是造成了民众有两个很大的不便 小孩子上学要绕一个大圈 托儿所也是要期待那个托儿所的小孩子 也是要绕一个大圈 另外这个土石流的上端上面 还有是我们原住民的第六林的一些人的 这个检疫之来水 就在它的水源地在这上面 所以造成了 他们现在没有水可以喝 结果他们必须要买矿泉水来煮饭煮菜 另外洗澡的怎么办呢 就用雨水了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他们一再地打电话给我 希望赶快来关心 希望我们请我们的相关的部门 相公所或者县政府或者中央的立法委员 都能够希望能够尽快地关心 然后把这个道路或者是看怎么整治 赶快给它处理好 让老百姓能够很方便地能够出入 而且他们把他们的检疫之来水也把它解决了 让他们有水可以喝 不然它卫生条件非常的不好 特别拜托各级的长官能够协助我们 这个榕树第六岭上方的这个土石流的问题 修林乡上文贵表示 修林乡内产业道路多邻近三区 每逢好以造成土石流崩塌 以及他们方的情况发生 而各村落产业道路 多为部落主流门中央的另外道路 因此在执行本乡各村产业道路 恢复了工程的时候 则是以最迅速的方式执行抢通作业 而同满榕树翠谷旁的另外道路 卫生下公所主动争取 以及中央县府的协助之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已经统一博助1400万元 将针对该路段通行安全设置的民隧道 在民隧道工程完成之前 也请乡亲逢好雨路的时候 经过此路也注意紧张的安全 幸好吧